首先我们看一下 今天台股在这里连跌了五天 面临转折 今天进行所谓的反弹 这非常合理而正常的守住了季限 首先我们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是不是守在平盘以上 在这里还算是不错了 稳稳的在这里做一些走高的态势 没有任何的改变 所以今天基本上在这里就是反弹的格局 那要注意什么股票 在这里我们发掘IC设计股像威胜 威胜昨天外师在这里一口气买了多少 买了436张 所以今天威胜来到108块 在这里站上了五日均线往上做取高 所以威胜在这里底部浮现 往上慢慢做一个变高的格局 再来就看到了所谓的ICIP股 IP股创意在这里全场守在平盘之上 也在五日线之上 也跌不下去了 在这里要仇信天天的在这里做一些买进 这些个股在这里来说 今天都非常非常的持稳 那再来看到 所谓的这个 这个 替光子的股票 我们看一下华欣光 4979的华欣光 你注意到 他在这里150块的市场非常的强劲 昨天外师一口气买了3013张 3013张不是买三张 是3013张 所以在这里来说 也慢慢做一个指稳的格局 而且他昨天融卷还大幅的增加 那我认为外师不会佛心来着 有机会 直接突破155块 就会做一些转强 那再来看到鸿海 鸿海在这里来说 把说虽然很好 但是鸿海在这里来说 由于外师在这里有些提款的动作 所以在这里并没有怎样 并没有在这里做大党 但是反而鸿蠢不得了了 2354的鸿蠢 鸿蠢在这里来说 你看一下 重新站回了5日均线 往上做取高 这个态势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 鸿蠢在这里来说 会往100块去做一个挑战 会往100块去做一个挑战 郑威在这里来说 你可以看到 他所谓的这个 在这里也开始往上做取高 所以郑威在这里开始做转强 那再来看到WiFi7的股票 就是4968的利基 4968的利基 最近投信天天买 昨天买了200多张 在这里天天买了400多张 所以在这里往上做取高 这个态势也没有任何的改变 所以今天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电子股部分 在这里来说 在这里来说各股表现 那各股表现 你要找哪一些股票 就是把人在这里有大幅买超的 把人如果大幅买超 在这里来说 他股价自然不容易 做一个下跌的动作 但是如果没有把人大幅买超的股票 在这里来说 反而不容易在这里做一些上工 所以把人大幅买超 在这里来说 像譬如说 我昨天外资刚买 尤其股价又在低位间 所以今天在这里 直接开高走高 这个态势 还有创意 在这里也是直接开高走高 在这里往上做一个取高 所以你看得很清楚 鸿海基团 你就注意到 红准跟正威 这两场个股表现也是非常的不错 所以基本上的逻辑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注意到了 黑波台股已经回五天了 五天就是面临一个转折 下面有季线做支撑 那KD指标 今天只要往上做一个交叉 在这里就代表一点 代表开始要往上做攻击 所以基本上的逻辑大概就是这样 那在这里切记 不要做追高杀低的动作 低阶布局 才有获利的机会 祝各位投资票 今天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谢谢